就是说 你刚刚有提到啦 就是说什么 是不是好像会在这个戏里面展现一下 稍微展现一下 甚至很大一下 对 那优势跟我的音乐结合 跟这角色结合在一起 所以配序的这种状态 对很多观众或什么是喜欢的 也会有向往感 而且他会在拍戏过程当中 越来越熟 你怎么知道我回家 因为你就是这种人 对 你就会让这件事情越做越好 所以一定要从第一集看到最后一集 然后你就看到猛男 你怎么会偷偷的了解我了解猛男 我没有偷偷 我们毕竟也是认识很久 你只是很久没有来 我现在有点怀疑 你看我健身直播之后 你都在干嘛 我就是开车然后听声音 我见开你的手 你会长见 因为我是一个会 因为一个现在的角色或状态 我就调整自己的身形的人 笑是一个拉近人之间最好的一个工具 所以你的外形上面 在你演戏的时候 你是可以调整到自己就是有点胖的 这真的不是理由 这是真的 对 那如果我是要演比较 比如说尖酸啦 或者是邪恶啦 或者是阴谋的人的时候 那势必我可以把它变成这样 就比较稍微有点 对或者说冷酷高 冷酷高 因为弟弟在前期的角色也是比较这样 冷酷高 那势必就要让自己瑞宇 你看你们两个长得这么精致 这么帅气 一定要有虐渣他们的东西 好好唱起来 你啦 你都逆龄 你只是现在烧胖而已 我有自己消音哦 嘿嘿 嘿嘿